桃园市环保局在中央近期的业务评鉴当中 共获得16项大奖 奖金的总金额高达有385万元 奖励金除了慰绕相关人员 一部分也用在机查设备的采购和环境教育 环保局持续精进机查效率 改善城市和海岸环境 让沿海生态旅游成为桃园市的亮点 环保局在市政会议当中献奖 近期环保局共获得了16项中央评鉴特优的大奖 总奖金高达了385万元 主要的项目包含了空气品质维护改善考核特优 奖金是100万元 水污染防治考核奖金80万元 和资源回收考核政策推动奖金170万元等 各项环保业务评鉴的成绩 在全国各县市当中名列前茅 尤其是桃园市发展工业 但透过毒化物的管理 空污管制和机查等手段 向挑战工权力的不效业者宣战 四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机查 我们做了碳足迹的揭露 那我们的这个碳排是降低了16% 那在这个水污防治方面 我想桃园率先实施了 包括这个污染源的追踪管制 包括这个河川水质监测 也包括我们的这个铜离子 总量排放管制等等 在海洋环境维护和清洁方面 桃园市编列公务预算 并且结合了环保团体 投入海洋垃圾清理 同时也选定了草榻沙丘 和许臭港湿地等生态特色 进行环境维护和环境教育 成为了桃园市生态旅游亮点 有几个奖项 这个是特别的 这个海洋环境管理 我们是海洋组的特优 向海致敬我们的清洁 这个海岸清洁计划 包括我们的海岸垃圾的清除 也得到特优 桃园市摆脱工业城市空污和水污的宿命 发展生态特色 营造永续移居的环境 业务推动成果 反映在中央环保评鉴的结果当中